你好 欢迎收看4月1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吕慧 为了落实低碳城市政策提升自行车道安全 也打造更舒适的自行车骑程环境 花莲县政府观光处111年向江湖府观光局 争取到3000万元经费 补助于两坛自行车道举办修缮工程 进行沿途周边的设施整修 重新建构受损护栏改善油气点的设施 而整个整修工程在111年12月底完工了 提供给游客更安全的齐全环境 观光处长张志强表示 两坛自行车道全场约43.5公里 北起七星坛风景区南道百炮西 横跨新城乡 花莲市及吉安乡滨海路段为专用道 其余路段与一般道路共构 其中青山段由于卫山区日照不足且潮湿 该路段铁制忽然已经严重侵蚀 周边木造木瓜西景观平台设施 因为环境湿气严重腐蚀不堪使用 因此这次工程除了将沿线4880公尺护栏 一座景观平台拆除重建之外 既有的步道里程及方向标示牌 以及前面减量整并 改善影响其称视觉的设施 藉由此整体工程改善打造具有自然景观性 骑车安全性的友善自行车道环境 另外在两台两铁自行车道串联行街处有高低落差 也重新规划设置牵引道串联美轮西畔与太平洋公园 提供骑车自行车散布民众且安全性的便利性空间 华联系政府管理下的两台自行车道 主要是滨海段 田野岩段 青山段 以及西流段 并横跨行程向华联市吉安乡及受风乡四个乡正式 串联华联线多出人气景点 自行车车友可以顺着海风 骑车在滨海道路以及海堤上 太阳在太平洋和虚拟海风当中 同时遥望全台空气品质最优的蔚蓝天空 沿着还有丰富的花莲西河口生态 商临旷野的敬意 现在学生为邀请大家亲自来体验花莲的好色好水 享受全程其称带来的舒适感 谢谢观看 华联华联系